桃園新基層 STARF跨年晚会将在 31号晚上7点在 桃園高铁站前广场 绚丽开唱 主题结合了城市愿景 打造更酷炫的演唱会等级舞台 让晚会现场充满 科技感和未来感 邀请国内外13族的 精彩卡师接力开唱 我们大家期待了很久 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 期待很久的 2023到2024桃園的 跨年晚会 今天我们记者会正式宣布 我们的内容规划 我们今年要给大家一个非常 未来感 科技感的一个场景 我们有13个非常强的卡师 包括国内很棒的艺人 新出队的艺人 还有我们韩团 另外呢我们也 规划了很多现场搭配的 摊位和餐车 让我们所有来跨年晚会的朋友 除了眼睛可以一包眼福 看到非常棒的表演以外 我们现场也有不错的小吃 即便在表演完了以后 12点钟 半夜12点凌晨擅长以后 还是可以多逗留一下 享受一下宵夜 好好的跨过一个 2023 2024的跨年夜 我们希望说 2024比2023更好 2023一切都越来越好 因为疫情已经过去 我们希望说 这个跨年晚会之后 2024 我们大家 2024过得更快乐 我们桃園也会越来越好 这次跨年晚会 由雨三和陈大天 单纲主持 并邀请了动力火车 叮当黄伟 晋雄在 马飞师 演艺阁等人 轮番演出 还邀请到 韩团在现场 与观众朋友们 一起压轴倒数 陪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这个地点 是在桃園高铁站前面 所以如果高铁 可以搭的朋友 当然非常方便 此外呢 我们这边也有机节 机节当天晚上 我们不但会加班 而且会连续 四十几个钟头 换句话说 就彻夜都不会停止 所以你在现场 待到一两点 三四点 其实都有机节 可以搭乘 另外我们也有很多 接驳的公车 不管是到桃園火车站 或是到这个 中立火车站 我们接驳搬车 也会 只要现场有需求 我们接驳搬车 也会陆续的 一直在行驶 来输运我们所有 来参加的 我们的这些朋友 所以交通的问题 不要担心 附近停车位 有限 可以开车 但是不鼓励 所以还是大乘 交通工具为主 管理局表示 这次跨年会利用 大数据分析 跨年晚会人流 查看人流 主要居住地 和除发地 作为交通管制 以及接驳计划的参考 提供更便民的服务 活动当天 会场周边 将进行道路交通管制 请开车 民众出发前 先到2024桃園跨年晚会 活动官网查询 交通管制 相关讯息 记者东云飞 桃圆采访报道